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昨天他才嗆說 這個推特跟臉書說香港的真相違和 是自然會有判斷 然後就批評說為什麼我們官方媒體的報導 就是負面的是錯誤的呢 還質問推特跟臉書是不是被戳到要害了 是心虛才會砍中國人的帳戶 那麼現在中國那邊就是一再的用他們的新聞人 也不斷的加入行列 那麼這回又是央視資深主播加入所謂的愛國行列 直播上面就引用網友的名言 說我支持中國香港你們可以關我的帳戶了 之前就是有人到這個香港機場 明明說我支持港警你們可以來這個打我了 現在他們就說我支持中國香港 你們可以關我的帳號了 好結果呢今天呢就網友很厲害 找出了這樣的一份採購單 中國先前透過國家機器 替中心社跟中心網來招標 不為別的就是為了要人工增加 他們的粉絲數 那麼最後得標的價格也被發現 分別呢推特是用124.88萬來這個要增粉58萬 那麼在Facebook的部分呢就是120萬人民幣 那麼希望呢這邊可以增粉67萬 那麼透過呢某些譬如說是傳播公司呢來做這樣的事 有這樣的一個國家的這個預算進來讓他去做增粉的這件事 而且北京的要求非常的嚴格 要求呢這樣的一個數字一定要在一個月內就必須達到 而且呢主要的主力粉絲是放在海外 包括北美跟紐澳必須增粉到8%才算是合格的 好消息一出呢中國官方馬上把這樣的一個採購案給下架 所以現在已經又沒有辦法在網路上找到這個了 那麼不只是買粉絲的證據被抓包 美國對中國的喊話也不曾間斷 從禮拜一開始美國總統川普喊話說 你不要進行天安門市的鎮壓 那麼昨天副總統彭斯也提醒說 如果你武力介入香港只會導致談判變得更困難 結果今天換誰了就是國務卿蓬佩奧 他就說如果武力鎮壓香港 勢必是會影響到美中的貿易談判的 那麼看來中美貿易戰真的是呢 現在撿到了反送中這把槍 川普瞄準的習近平就看何時扣下半斤 他說我支持中國香港 你們可以關我帳號 對此呢我們想說 我們不僅不會閉嘴 而且還要大聲地說出來 請香港撐警隊 央視主播引用網友的話 一句我支持中國香港 你們可以刪我帳號 對臉書推特的砍帳號風波不以為意 香港發生了什麼真相是什麼 我想世人自然會有自己的判斷 為什麼中國官方媒體所介紹的 就一定是負面的或者是錯誤的 或者某些人對此反應如此強烈 我不知道這戳中了他們的 是不是戳中了他們的某些短處 社群網站臉書推特停權大量可疑帳號 防止中國用假新聞抹黑香港反送中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表示 中國媒體利用社群網站跟外國人 講述中國的事到底有什麼錯 否認外媒指控中國媒體發動資訊戰帶風響 只不過網上流傳中國官媒公開招標 找公司狂賣粉絲 一個月內要替官媒中心社 以及中心網推特粉絲頁 增加58萬名粉絲 北京間公司以1248800人民幣金額 取得項目 平均一個帳號操作費1300元人民幣 因發網友討論 美國華府智庫單位更警告 中國用臉書推特打資訊戰 不只針對香港反送中 更可能明年大干預票 影響2020台灣總統大選不得請呼 記者綜合報導